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年尽管习近平开始亲自指挥经济 大搞所谓的新制生产力 但中国的经济还是每况愈下 北京官方将于明天宣布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 预计这个增长数据会有明显的放缓记录 有专家组预计 今年1月到3月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将平均增长为4.6% 这将是北京自从30多年前开始发布GDP数据以来 最低的一个季度增长增速 这一表现也远远低于今年北京设计的GDP增长目标5%左右 在上个星期三 平级机构会与国际将中国的主权金融前景下调至负面 他说中国的经济前景更加不确定 导致中国公共财政风险增加 可以说现在北京当局是使出了所有他们能用的办法 但是中国的经济还是提升不起来 还是继续下跌不休 每况愈下 创造了30年来的最低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这样的每况愈下 当然和美国有非常大的关系 自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之后 美国就开始布局要搞垮中国经济 这才是第六年 中国经济就惨到这个程度 可以说这一次美国打压中国经济都没有使出权力 就把中国打趴下来 为什么中国经济如此的脆弱不堪一击呢 核心问题其实还不是美国 而是在中国自己 首先呢 现在中国号称经济体量世界第二位 但这个中国的经济结构啊 并不是一个大国应该有的经济模式 所以中国的经济结构是非常的脆弱 现在中国GDP世界第二位的数字 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国的经济实力 除了北京当局统计数字灌水 人为的调高GDP之外呢 现在中国有大量的外资企业 外资生产的这些东西啊 也都被计算进中国的GDP 比如说美国的苹果手机在中国生产 生产出来苹果手机 输送到美国去销售 但是苹果手机的产值都算进了中国的GDP 它并没有算美国的GDP 现在中国很多外资企业生产的东西 都是用于外销 但这些GDP都算在了中国的GDP上 造成了中国的GDP虚高虚胖 相比之下俄罗斯的国内生产GDP比中国低很多 但是俄罗斯外资不多 它的生产都是实打实的国内生产 所以俄罗斯的经济实力比表面上的GDP数字 它要强很多 真正的强大国家 按照过去的说法叫做富国强兵 富国不仅是指的国家有钱 更重要是老百姓的生活要富裕 要老百姓人民有钱 我们看当年的欧美列强 都是国家有钱 人民富裕 绝不是那种国富民穷 当然了 搞国富民穷的发展模式也是有的 这就是所谓的军国主义模式 毛泽东时代 中国就是搞这种国富民穷的军国主义模式 不顾老百姓的生活困难 穷兵独武的拼命发展军火工业 国家的发展目标是为了打仗 而不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除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二战前的日本 也是一个典型的国富民穷的军国主义国家 当年日本老百姓生活水平比欧美国家差很多 可是当时日本却要建立一支武器装备 跟欧美国家平起平坐的军队 那当然和他的国力是不太相称的 不得不牺牲老百姓的生活 来搞这个军国主义军事第一的国家发展模式 不过日本这种牺牲老百姓发展军队的模式 却得到了当时日本人普遍的支持 反战的人很少 大部分人还都支持日本搞这种穷兵独武的军国主义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民主主义的威力 现在习近平不停的宣扬 说是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个伟大飞跃 习近平的意思就是说 毛泽东让中国站起来 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 习近平让中国强起来 当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说 中国人民冲刺站起来了 一下子就让很多人确实是热泪盈眶 因为在近代以来 中国一直受到西方列强的欺负 所以毛泽东说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尽管就是一个宣传的口号 但是这种民主主义的宣传还是很有市场 打动了很多人的人心 这个情况在过去日本也是这样的 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遭到了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入侵 被迫签订了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 那时候中国人觉得自己很屈辱 在过去日本其实也是一样 日本在中国之后也是遭到了西洋列强的入侵 也和西方国家签订了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 当时候日本人也觉得自己很屈辱了 所以日本发起明智威信 提出富国强兵的国家建设目标 并不是说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 他们指的富裕是国家富裕 因为当时候他们认为国家富裕兵力强大 比老百姓富裕更重要 在当时那个时代 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强大的军队 确实也是站不住的 我们看20世纪初的亚洲 除了中国日本两个独立国家之外 其他国家都沦为了西洋列强的殖民地 比如说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 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 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 印度尼西亚是荷兰的殖民地 所以日本如果不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早也沦为西洋列强的殖民地了 不过现在习近平说中国强起来 他只是嘴上喊口话 中国老百姓并没有感到说 中国真的强大起来了 可是当年日本老百姓 确实还真就感到 日本强起来了强大起来了 日本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 打败了当时统治中国的大清帝国 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 又打败了欧洲列强的俄罗斯帝国 创造了第一个非白人国家 打败白人国家的先例 在当时也是一个十分震撼的事情 对于日本老百姓来说 虽然说大日本帝国取得这些胜利 对他们的生活也没什么大的改善 但是却让他们所谓的民族精神爆棚了 日本人觉得我们大日本帝国 确实强大起来了 已经成为世界一等强国了 也就是说 日本搞军国主义的发展模式 虽然没有让老百姓生活有多少提高 但是因为不断的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让老百姓的自豪感爆棚 所以日本老百姓觉得 他们做出生活上的牺牲 让日本这个国家强大起来 给他们带来无比的自豪感 这一切也是值得的 当年毛泽东时代 中国搞军国主义也是这样宣传 就是老百姓要为了国家强大 可以牺牲自己的生活 但问题是 中国在毛泽东时代 并没有在对外战争中 取得像样的胜利 就没有办法让中国人 真正的那种自豪感爆棚 让中国人真的觉得自己强大起来了 毛泽东时代所谓的对外战争胜利 顶多就是一个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其实也根本谈不上中国的胜利了 最多也算一个平手 而当年日本取得的对外战争的胜利 那是货真价实的 比如说1895年的甲午战争 1905年的日俄战争 那都是货真价实的大胜利 但是后来日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又自不量力发起了针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 终于这次日本被彻底打败了 日本在战败的同时 日本的军国主义也在没有市场 所以战后日本也采取了欧美国家的 那个国家发展路线 把国家发展的目标制定为 让老百姓富裕起来 所以在战后 日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飞速提高 很快就达到了欧美国家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毛泽东死后 邓小平就推翻了毛泽东的军国主义路线 也采用了欧美国家的国家发展路线 就是把国家发展的目的 制定为让老百姓富裕起来 因此邓小平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任务之后 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很快有了非常大的改善 确实富裕起来很多 问题是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又改变了邓小平的国家发展路线 把邓小平的富起来路线 改变为所谓的强起来路线 富起来和强起来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比如说战后的日本确实是富起来了 但是谈不上一个强国 因为在政治和军事方面 日本都很低调 基本上是跟随美国 对美国马首是山 所以没有人说日本是一个强国 那么一个国家要强大起来 发展军队是必须的 因为强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军队来做后盾 美国的强大最根本的就是体现在军事上 单单靠经济实力 美国是称不起这个领导世界的强大领袖 习近平上台之后就开始大力发展军事 号称中国强起来 习近平所谓的强起来 其实都在嘴上喊一喊 没有真正的和外国去打一仗 这种空喊强国的民族主义 其实也得不到人民的共鸣 因为中国老百姓也都看得出来 习近平这个强国是吹的 根本没有任何的军功 如果说现在北京打台湾有困难 那么在中印边境和印度打一仗 应该还是可以打的吧 如果北京的解放军能在中印边境 大败印度军队 那也算一个值得跨越的军功 可以让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以爆棚 把印度给打败了 当年日本的军国主义 他所谓的国家强起来 那是真的是真的打了大胜仗 从外国得到了各地赔款 得到了海外殖民地 所以当时日本的民族主义 是真的被煽动起来 而习近平一方面 要走军国主义道路 搞军国主义宣传 但他又不敢对外发动战争 这就注定了习近平的军国主义道路 是必然失败 因为习近平要搞军国主义的道路 就不惜牺牲经济来发展军事 但是习近平又不敢发动一个对外战争 那么军国主义就变成了一个 没有用的一个拖累 就是军国主义没有发展起来不说 把中国的经济还给搞垮了 就是让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 俄罗斯总统普京敢发动对外战争 虽然说俄罗斯老百姓的生活有所下降 但是他却把俄罗斯民族主义给煽动起来 这次普京在俄罗斯总统大选中 以87%的高票当选 就是因为发动战争 把俄罗斯的民主主义煽动起来 一旦民主主义煽动起来 那么经济就不重要了 那时候国家的强大 一切比一切都重要 牺牲经济 牺牲老百姓的生活 都是可以的 一切为了国家的强大 一切为了胜利 那么习近平一方面要搞军国主义的宣传 搞民主主义的宣传 一方面又不敢打仗 这当然中国的民主主义 是没有办法来真正煽动起来 前面说到 为什么美国可以轻易打垮中国经济呢 其实这倒不是中国的经济真的不行 而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出了问题 现在习近平最重视的就是国家安全 要发展军事 要强大军队 他并不在乎是不是经济能够发展起来 所以经济下滑就是一个必然的事情了 现在中国国内的经济内循环基本上都垮掉了 只剩下对外出口的外循环了 那么这种依靠对外出口外循环来维持经济的模式 那是必然非常的脆弱 如果中国要发展一个强大的内需 让老百姓富裕起来 那美国人拿中国还真没什么办法 因为中国自己搞内循环嘛 美国你制裁也没什么用 现在习近平为了发展军事 就把中国的内需搞垮了 他只好把发展经济 指望在出口这个外需上 而中国最大的出口对象又是美国 这样美国就轻而易举 就能把中国的经济搞垮嘛 因为中国的经济就是依靠向美国出口来维持 一旦美国对中国卡脖子 搞死中国经济那是很容易的嘛 所以现在中国的经济每况愈下 评级机构 预会就将中国的主权信用下调至负面 人们对中国的经济是没有信心了 其实这个没有信心 关键还不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真的不行了 而是中国走上了一条发展军国主义的道路 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中国的经济还有什么大发展 当然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现在已经真正的彻底的完蛋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